大家好呀,我是小敏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神秘游轮漂浮天空 所有犯罪都被允许的故事 美珍和新婚老公小吴打算坐游轮出海度蜜月 而这个游轮十分有特色 那是一艘军舰改造而成的游轮 所以乘坐军舰出海游玩 感受当然不同反响 可这次上船游玩的人比较混杂 三造九流什么人都有 有上层社会的总统参选人 我们就叫他假总统 还有一群黑道 黑道头子留着一头长发 我们就叫他黑毛吧 此人很是攀岩富士 见到假总统就往上贴 主动当起了他的手下马仔 虽然船上的客人买船票的价钱是一样的 但是假总统的待遇 明显比其他人高出好几个档次 大伙不乐意了 于是小吴挑头去找假总统理论 可是现在这个船已经在攻海 谁也关不着 船上势力最大最狠 只怕就是假总统了 特别是黑毛 就像一条恶狗 直接吓退了小吴等人 在夜幕的笼罩下 茫茫大海上 孤独的游轮 似乎成了步伐之地 黑毛为了取悦假总统 居然直接绑了美珍 而在送美珍给假总统享用之前 其实黑毛和他的手下 已经把美珍侮辱了一遍 假总统对美珍的滋味还是很满意的 原本假总统的儿子小贾还有些良知 但是看到美珍赤裸裸的躺在床上 年轻人的气穴一下就冲了上来 接着也侮辱了美珍 其实就在一群野蛮人侮辱美珍的同时 整个船上都在爆发类似的悲剧 年轻的女性悉数被一群衣冠禽兽侮辱 被辱女性当中以美珍最为可怜 因为黑毛不但抓了她 还把小吴给杀了 美珍本想投海自尽 却被一个神秘阿淑救了下来 人间地狱般的黑暗渐渐过去 天亮了 可是所有人都惊慌失措 因为此时的游轮不在海上 而是漂浮在空中 除了风和云 无论天上还是地下空空如也 船上的无线电也失效 此时此刻 船上的粮食成了最为宝贵的资源 贾总统马上带着黑毛一行人 控制了游轮 虽然船长不服 但是也没办法 因为黑毛手上有一把手枪 接着贾总统就给大家订了食谱 那就是每人一天一个饭团 当然贾总统这边的人 还是该怎么吃就怎么吃 就在船上的一群人 为了粮食你争我夺食 神秘阿淑好似一直是第三方 他的全部精力是收集船上的泥土 他正在用这些泥土种植 并且还用鸡蛋孵化出两只小鸡 美珍此时已经跟着阿淑了 他看得出来 这个阿淑好像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而且很明显阿淑在未长久的将来做准备 外面依然混乱不堪 随着时间的推移 普通游客的食量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一直在减少 粮食从一天一发到两天一发 再到三天一发 可以预料再过几天 他们就会被断粮了 贾总统是管理过大场面的人 他知道这种情况下 人是会疯的 一疯就会发生暴动 所以黑毛已经组织好手下 收集了武器准备大开杀戒 船长领导的船员们是另一方 他们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不夺回控制权 必定会提前饿死 所以他们开始搜寻船上的武器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居然寻得一箱手雷 大家料想的没错 贾总统果然给大家断粮了 饿疯了的人们想抢夺粮食 但是他们抵不过手枪 只是空听了几条冤魂而已 场面越来越难以控制了 黑毛为了表示忠诚 把手枪献给了贾总统 没多久船长逮着机会 想用一颗手雷 把贾总统等人给灭了 但贾总统居然成功逃过了手雷攻击 还夺取了船长的全部手雷 虽然船长逃脱了 但是现在贾总统成了船上的绝对霸主 时间一天一天过 船还在空中飘着 为了能多活几日 贾总统决定把剩下的人全部杀死 于是他们先把粮食转移 接着发贾通知 让大家去领粮食 然后把人们锁在船舱 用手雷炸 于是一群人就这样被炸死了 那些没被炸死的 也被黑毛的手下一个个杀死 在极端情况下 人也不是那么好杀死的 一些人爆发后 跟黑毛的人同归于尽 以至于黑毛的手下全部阵亡 一阵大逃杀后 船上恢复了平静 贾总统带着黑毛去看粮食 不曾想船长再次 他直接点燃了所剩无几的粮食 一把火把粮食烧得干干净净净 虽然船长被贾总统杀死 那也无济于事 接下来谁都逃不掉被饿死的命运 再说一直隐藏在船舱的阿叔和美真 他们的植物越长越大 缺乏土壤 阿叔就PO了那些被杀死的人 留下他们的肉 在烧黑骨头打碎 这些骨头碎成了种植的土壤 虽然美真对此无法直视 但是他也明白 接下来即将进入人吃人的时候 而此时美真发现自己怀孕了 他不知道这是谁的孩子 他不想要 但是阿叔劝住了他 美真从不会说话的阿叔眼神里 读懂意思 好似腹中的胎儿是希望 阿叔准备的一切 好似都是为了美真和他的胎儿 光是那些碎骨头还不够 阿叔带着美真在那些尸体上 种下了食物的种子 再说贾总统这边 人杀完了 食物也烧完了 现在就剩下贾总统 黑毛小贾 还有一名妓女 接下来怎么办 要想活久一点就得吃人 黑毛首先把妓女杀了吃了 但是妓女的味道不好 他想去杀美真 此时小贾却站在美真这边 因为小贾 贾总统对黑毛展开了攻击 但是枪的子弹却用完了 黑毛健壮立马夺过了手枪 子弹他有的事 反手两枪就杀死了贾总统 在后面的小贾 黑毛美真 三人混斗时 黑毛却被最为柔弱的美真杀了 美真要求小贾 无论如何要保护他的孩子 一直愧疚的小贾 也答应了他的请求 可是阿叔却不让他俩 再进他的食物种植枪了 其实阿叔是明智的 因为饥饿难耐的两人 肯定会杀鸡取卵 吃掉还未成熟的植物和小鸡 接下来阿叔分之前 储藏的人肉给两人吃 可是人肉几天就吃完了 饿疯的两人再索取食物 阿叔没有了 令美真没有想到的是 阿叔居然割下 自己身上的肉给两人吃 可是阿叔的肉也顶不了几天 当两人再来找阿叔时 居然发现阿叔留下了 自己身上的一盘肉 然后跳下了邮轮 用这些肉 两人又度过了几天 再次饿极了的小贾想吃掉未成熟的小鸡 美真为了阻止他 也割下了自己胳膊上的肉 可是小贾并不满意 最后居然想杀掉美真 还好美真有惊无险 反而杀掉了小贾 用小贾的肉 美真终于撑到了植物们开花结果 鸡生蛋 孩子出生 几年之后 孩子几岁了 船上的物资充沛 某日孩子无意捡到了那把手枪 自此孩子枪不离手 又是17年 美真人到中年 而孩子已经是一个青年 船已经不是船了 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岛屿 而此时整个世界上好似救美真和孩子 但是拿着枪的孩子 不同多年前 船上抢粮食吃人的人 他居然打起了美真的主意 他要强暴美真 故事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有深刻含义的故事 这艘邮轮就好似我们生存的地球 物资有限 空间有限 人们在彼此争夺 手段极致毫无下限 阿叔好似大自然 对人类的索取总是默默奉献 但是人类对于自然 不过一瞬间 终究化为尘土 只有自然才是无限生长 人类是贪婪的 纵使又轮回 依然改变不了本性 如同孩子 但是人也是真善美的 如同美真最后一袭白裙 就是美的象征 虽然他之前也杀人 也吃人肉 但那都是为了繁衍的自然属性 自始至终 他从未做过坏事 我是爱讲故事的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